2024年年末,舰影专案将迎来尾声,海舰铃飞弹系统的未来走向引人遐想。 据军方内部人士透露,本月内,海舰铃系统将再次踏上海上实弹射击的测评征程,论及性能。 海舰铃在近程防御系统领域无疑躋身世界顶尖之列。 遗憾的是,其作战测评之路始终未能圆满收官,对于舰影专案而言。 海舰铃此番或成其最后一次补考机会,台湾海军将依据此次测评结果,决定是否将其纳入采购名单。 那么,海舰铃的最终命运将如何,又究竟是何缘由,导致其测评之路坎坷不断。 若单纯从性能角度考量,海舰铃在近程防空领域内同样位列世界前茅,足以担当舰艇防御的最后一道坚实防线。 深入探究,海舰铃实为天舰铃技术郁郁的结晶,然而,这一血脉联系在外形设计上,却难以密得踪迹,两者之间的差异颇为显著。 例如,早期海舰铃独特之处在于,其尾部能自动旋转,以平衡前端控制面窝流引起的导弹自转现象。 相比之下,天界一的尾部则设计为固定式,尽管最新版海舰铃也采用了固定尾翼,但其背部增设的八个低盏线比一面不仅一盏紧凑,还确保了导弹在飞行中的稳定性,且海舰铃的弹体更为粗壮,性能自然更胜一筹。 海舰铃不仅拥有全向攻击能力,还具备发射后锁定功能,前车使导弹能在飞行途中迅速变向,实现目标的全方位覆盖打击,有效规避防空系统的盲区,后者则意味着在实际作战中,可先派遣海舰铃,飞抵目标潜在区域,途中进行锁定,显著提升交战效率。 飞行过程中,海舰铃可由舰载雷达辅助导航,而终端制导则依托弧外成像技术,配合目标轮廓识别能力,精准区分真假目标。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海舰铃无需全程引导,因此它还具备同时应对多个目标的能力,确实令人遗憾。 这样一款性能卓越的防空系统,至今仍未能正式服役。 其背后原因何在?台湾海军的进程防空主力,目前主要依赖于密集镇伯福斯40毫米高射炮,以及表现平平的海基密集镇。 它们对于低速反舰导弹与无人机的拦截尚能勉强应对,但面对超音速武器时则显得力不从心。 例如,密集镇在面对超音速目标时,因射程有限,导致射击窗口内的反应时间严重不足,拦截成功率甚至不足三成。 此外,密集镇还无法有效抵御宝核式打击,一次只能锁定一个目标,且弹药储备有限,仅能承受数次导弹攻击,变高枯竭。 伯福斯40毫米高射炮,亦面临相似困境。 至于海基系统的性能评价,我们不妨参考过往资料。 如康定级舰艇相关视频中获利君的介绍,海基系统因无法与舰艇作战,指挥系统无缝对接,对空防御仍需舰员亲自操作发射架。 这在现代战争中无疑是一大短板。 对于台湾而言,短期内引进新型进程防空系统或许是缓解燃眉之极的良策,但从长远考虑,自主研发才是根本之道。 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量,舰影专案与海剑林应远而生,谈及海剑林,不得不提其与天剑一的渊源。 自1993年,天剑一空空导弹实现量产后,台湾便着手研发其陆基版本捷铃防空系统。 该项目于1995年启动,2005年正式服役,该系统采用汉马车或丰田Dyna四乘以斯皮卡作为载具,搭载左右双导轨发射架,配合搜索雷达,光电探测器及MPQ-78火控雷达。 虽显简朴,但作为自研成果,其性价比颇高,台湾海军自然不能仅依赖现有的进程防空手段。 因此,中山科学研究院以捷铃防空导弹为基础,融合美军拉姆系统的设计思路,研制出海剑林防空系统,并多次亮相台北航天展。 早期的海剑林与现今版本有所不同,其导弹尾翼由固定式改为旋转式,并升级了导引头和中段制导系统。 然而,老板导弹的射程与性能仍有不足,直至2017年,新型海剑林导弹问世,唯一改回8片低盏显笔固定式设计,后段弹体加粗,射程显著提升,超过15公里。 尽管战斗部配置可能未变,仍为约1034公斤的高爆破片战斗部,但凭借主动激光进炸引信或碰炸引信,其摧毁目标的能力依然不容小觑。 此外,2015年的海剑林采用了每支M-72基座导弹发射箱,配置为16连装。 而到了2017年亮相后,海剑林转而使用中山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基座发射箱,并新增了两种发射模式。 24连装与12连装,关于其火力配置,我们稍后再做详细探讨。 就设计初衷而言,海剑林与拉姆导弹的设计理念不谋而合,均旨在为水面舰艇提供高效、经济、轻量化的独立防空解决方案,以填补远程防空导弹与密集阵系统之间的火力空白。 不过,两者在性能上仍存在一定差异。 海剑林导弹在末段采用弧外成像制导,中段则依赖无线电制导。 发射前,舰在雷达负责提供目标信息,直至导弹接近目标时才激活弧外导引头。 理论上,通过采用滔物线弹道,可有效延长其射程,在海剑林的战斗部与火箭发动机之间还集成了内置的单向数据链与惯性导航系统。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海剑林导弹在发射后仍能接收来自作战舰艇的修正指令,这赋予了它发射后再锁定的能力,只需在阶级目标时启动红外寻标器进行锁定。 此设计不仅节省了寻标器的工作时间,还避免了红外成像寻标器因启动冷却器而带来的工作时间限制。 此外,在面对同方位多个目标时,连续发射的导弹间可通过事后锁定机制。 有效规避前导导弹尾焰的干扰,发射后再锁定的特性还使海剑林具备了离轴攻击能力。 导弹无需在发射前精确指向目标,从而消除了射击死角,能够灵活绕过船舰上层结构等障碍物,拦截来自各个方向的威胁。 同时,海剑林还集成了敌我识别功能,并适用于夜间作战环境。 相比之下,纳姆导弹则采用了双模制导系统,其作战流程高度自动化。 首先,舰艇上的搜索雷达捕捉目标信息。 随后,导弹发射箱自动调整发射器的方位与仰角以对准目标。 在此期间,发射器内的首批导弹已完成预启动准备,包括红外寻标器冷却器与导弹陀螺仪的激活。 最后,导弹被发射升空,执行拦截任务。 整个过程中,除了下达发射指令外,几乎无需人工干预,极大的节省了人力并缩短了反应时间。 拉姆导弹在升空后,会利用目标的雷达或通讯无线电信号进行定位和跟踪,直至其红外寻标器成功锁定目标。 若红外系统未能及时捕获目标,拉姆导弹还能依靠其反辐射能力实施拦截与拉姆导弹相较。 海舰铃的一大显著优势在于其能够接收导引指令。 当防空雷达侦测到敌方反舰导弹的位置时,可迅速引导两枚海舰铃导弹进行拦截,且海舰铃支持密集发射。 而拉姆导弹在发射初期,则存在一定的延迟。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拉姆导弹直至Block-2版本才显著提升射程并新增离轴锁定功能。 在此之前,发射拉姆导弹时需谨慎处理导弹尾焰及发射箱转向问题。 因发射延迟,拦截超音速导弹时往往面临严峻挑战。 第二枚导弹发射之际,敌方导弹可能已近在咫尺。 鉴于此,海舰铃在2017年选择加速弹体设计以增加射程。 为拦截争取宝贵时间,拉姆导弹自Block-2版本起,则较好的解决了违艳与转向难题。 然而,相较于拉姆导弹,海舰铃的制导方式显得较为单一。 面对红外特征微弱或大范围红外干扰时,其拦截成功率会显著下降。 相反,拉姆导弹通过接收目标发出的信号进行制导,无需发射方主动发射信号,因此在隐蔽性和抗干扰能力上表现更为出色。 就当前情况而言,海舰铃的性能已完全满足台湾的作战需求。 台湾海军计划将其部署于舰艇上,全面替代就有系统,得益于其性能优势。 海舰铃系统衍生出了三种不同版本。 首先是独立型海舰铃12连装发射箱,顶部装配的中山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X波段相控阵雷达、海鹰眼光电探测系统。 适合安装于小型军舰或作战系统不完备的军舰上,尽管导弹数量有限,但即便军舰、雷达失效。 海舰铃仍能提供防御能力,且其全模块化设计便于安装于各类舰船。 其次是战略型海舰铃24连装,专为中大型舰艇设计,发射箱上未配备雷达与光电系统。 目标参数与火控指令由舰载作战系统提供,最后是陆地机动型与战略型相似。 采用24连装配置,搭配机动雷达系统,由MPQ-90封眼雷达、光电观测器及24连装导弹发射器的卡车组成,构成一套完备的陆机防空系统,有效应对亚音速目标与无人机威胁。 乌克兰战场的实战表现已充分验证了其效能。 机动型海舰铃部署于关键道路与桥梁旁,尤为事宜。 关于作战模式,战略型海舰铃需依赖舰艇作战系统,不具备密集阵或拉姆那样的独立射控与作业能力。 然而,与舰艇作战系统深度融合,意味着其拥有更丰富的侦测手段,更广阔的搜索范围及更强的目标识别能力,这同样是其独特优势所在。 此外,像拉姆与密集阵这类拥有独立射控能力的防空系统,在实际应用中也会遭遇挑战,最显著的问题便是拦截目标的分配难题,可能导致多套系统同时锁定同一目标。 总体而言,凭借全方位攻击与发射后锁定能力,海舰铃取代旧有系统,成为台湾新一代进程防空系统的潜力不厌而喻。 然而遗憾的是,其作战、测试进程屡屡受阻,原定于2017年启动的测试,2020年完成作战评估。 2022年服役的计划至今未能实现,作战评估更是尚未完成,背后原因何在?回溯至2015年8月的台北航天展。 中山科学研究院首次公开了上处于MK-72基座上的海舰铃防空系统原型。 当时,该系统配备16连装导弹发射箱,右侧安装有一台光电火控仪,仅支持上下抚养调整。 鉴于导弹技术相对落后,难以满足实战需求,台湾方面随即启动了系统升级。 2017年,新版海舰铃亮相,并于4年通过了陆上飞行控制测试。 相关侦搜设备也同步进入测试阶段,至2021年6月,搭载高规格海舰铃系统的舰艇出海测试, 标志着海舰铃正式进入初期作战测试与评估阶段。 但这一过程持续至今,关于海舰铃系统延期的原因,可以从多个维度探讨。 在2018年的飞行控制测试中,海舰铃的光电巡标记与导弹性能均表现良好,目标识别无误。 陆地机动型系统的雷达辅助测试也顺利进行。 然而,海上测试阶段却暴露出一系列技术问题,如发射器机械结构在旋转与抚养角度上未达预期。 尽管海舰铃性能优异,但其设计上的大尺寸发射箱与导弹箱布局增加了系统体积与重量。 尤其对于24连装版本而言,发射架负担加重,快速指向目标时面临挑战。 此外,加粗弹体可能对阻力和侧向机动性产生独立影响。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系统的可靠性。 海舰铃的雷达与光电系统在复杂海况下的表现尤为关键, 因海面涌浪与杂波干扰,需进行更为精细的调教。 早期台湾海军倾向于独立版海舰铃,但受限于海鹰眼雷达研发之后, 2021年测试中采用了封点雷达作为替代。 至于雷达测试的具体效果,外界上不得而知, 尽管有消息称,2023年后将进行小批量生产, 但鉴定测试始终未能完成。 今年8月,军方透露,海舰铃将再次进行海上作战测评, 内容涵盖实弹射击及雷达多目标追踪等, 同时考虑海面反射波干扰与发射箱抚养技术。 台湾方面设定了2024年底前完成项目的最后期限, 此次测试或将成为决定海舰铃命运的补考。 作为军舰的最后一道防线, 海舰铃需在复杂海况下有效拦截来袭导弹, 其研发难度不言而喻。 此前的测试问题导致项目延期, 但也有消息称,战略型海舰铃已通过测试, 而独立型则持续面临挑战。 据此推测,海舰铃系统的采购方案可能涉及部分型号的放弃, 而非全面取消,最终结果仍待测试揭晓。 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关于未来发展方向,大家有什么看法的? 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进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 本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